恭喜你,你已成功为你和你的家人注册2020年的暑期卖部 现在,你如何参与暑期卖部呢? 就是记录阅读时间了 请你点击记录分章那个选项的标签 每一个小时的阅读时间,可以解开一个新的徽章 请你点击第一个徽章 然后,就点击下面红色的写着记录下一个分钟 你去记录之后的阅读时间 如果你已为多位的家庭成员注册 这样,你就可以选择一个配置文件 来记录你一个人的时间 或者,选择所有配置文件 来输入整个家庭相同的阅读时间 然后,再点击那个绿色的小钟 分钟 点击第一个日至阅读时间 你所选的日期会显示一个刻点 输入时间 分钟或者是小时 你可以选择继续记录已读的书籍资料或者略过 然后,再点击记录 屏幕底部的绿色环条便会显示到Lock 确认你的时间已记录在案 每一小时的阅读时间 可以解开一个新的徽章 而徽章亦会由灰色变为彩色 点击右上角的交叉 便可关闭这个时窗 如果记录另一天的阅读时间 请你点击那个日期 然后输入时间和书名 时间已记录在案的日子 会显示一个绿色的圆点 当前选择在记录的日期 便会显示一个黑色的圆点 完成记录后 千万不要忘记点击、关闭呀 想查看已获得的徽章 可以从左边角、下拉式的选单中 选择你的名字 如果想增加阅读器 即是增加另一个读者 便编辑你的帐户或退出 点击右上角的齿輪状标志便可 当二十个小时的阅读时间 记录在案后 书包徽章便会解封 点击这个简短调查 便可获取有关 如何获得礼物的详细资料 记者可记录超过二十小时的阅读时间 但每一个读者 只可获得一份礼物 有问题? 打电话给我们 415-557-4400 或者你也可以发电邮给我们 info.sfpl.org 感谢你和我们一齐分享 这个有意义的下日活动 享受他的乐趣 请不吝点赞